日最乡复原村蝴蝶谷旁的农路 道路坡斗 水路流窜 部分道路更是掏空之里破碎 进出的农民戏撑 走一回堪比走地狱之路 现象还生 结果农民成情的乡民代表 林玉芬反映争取了两年多 今年终于获得县政府的支持 会同乡民代表以及农会 现场会测改善农路的安全 才刚进入农路路口迎面而来的 就是高耸的陡坡路面 好事给前来测绘的厂商 以及县政府人员下马威 民众沉寝的时候我们去看 我称它是我们瑞税中魔鬼的道路 它非常危险 然后起伏又非常大 然后路面又不平 水路四串 坡度很高 然后一直连续坡度这样 又是弯路这样 所以那是非常危险 瑞税不原村蝴蝶谷旁 山林农路 这里破碎不成路 被农民戏称为 魔鬼走的路 不论是路山采荐笋 山苏还是槟榔 金多尔笋 农耕及农产运输交通 是显向还生 接获农民成情的 相代表林玉芬 向上反应 争取两年多 终于也获得 县政府的支持 协助农民改善农路交通 你要做接嘴沟还是 做接嘴沟把它改掉就好 你要做接嘴沟 因为过程就没有急车 就怕会塞住 因为目前这个地方的 主要产的就是 建筍 那建筍既过了 那接下来是 金多尔笋 它有一些金多尔笋 还有一些冰榔 其他农作物 那目前就是 我们希望 这条路已经规划了 就是今年它是会 施作完成 目前已经 测费公司已经来测费了 县政府及厂商 会同农民 以及相代表林玉芬 针对了路基操控 边坡陷落 以及路面改善等 现康测绘 虽然因为经费有限 目前请就最危险路段 先行改善 但农民仍感激在心 也万分期待 县政府表示 若没有问题 预计今年年底改善完成 为农民打造一条 安全牢固的 农路交通环境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